大家好,我是奥阳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韩国悬疑片燃烧 不过这个燃烧烧的不是塑料布 更不是废报纸 而是漂亮的女孩子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一起来看电影 二柱是一名搬运工 都说职业不分贵贱 人家二柱也是有理想的 他梦想当一名畅销书作家 这一天二柱就在大街上忙活呢 就看到一个漂亮的美媒朝他招手 还说自己是小时候住在隔壁的翠花 都说女大十八遍 古人是确实不欺骗人 小黄花变成了翠花 是越看越好看呀 虽然二柱自己对翠花也没什么印象 碰到这么漂亮的女孩子 二柱肯定得主动出击呀 于是晚上主动与翠花一起共进晚餐 吃饭的时候二两啤酒下肚 本以为晚上能发生点美好的事 谁说翠花却遗憾的告诉二柱 他要去非洲大草原了 但家里的猫虎牛没人照顾 就让二柱帮忙照看 二柱是十分悲伤啊 哎女人呢 第二天二柱跟着翠花前去认门 但十分遗憾 找来找去 就是找不到传说中的虎牛 本以为会白跑一趟 但谁曾想 接下来是满瓶桃花开呀 这一夜 二柱和翠花十分的幸福 之后翠花又去了非洲 二柱也回了老家 帮忙照看家里的老牛 闲暇的时候 就到翠花家做蝉使官 但很遗憾 这虎牛好像特别喜欢捉迷藏 二柱一直没有见过他 没有翠花的日子里 二柱变得很沉默 翠花呀 你啥时候回来 我想念你的笑 想念你的外套 还想念你身上的味道啊 就这样 盼星星盼月亮 翠花终于回来了 但很遗憾 她不是一个人 竟然还有一个男人 这个男人叫大壮 是翠花在非洲认识的富二代 两人是一见倾心的 哎 女人呢 虽然二柱十分不开心 但脸面上也过得去呀 咬着牙请大壮和翠花一起吃饭 吃饭的时候 翠花喝了二两啤酒 不自觉的就昏睡了过去 剩下二柱和大壮相互尬聊 那气氛是十分尴尬呀 通过简单的对话 二柱了解到 这个大壮不愧是富二代 每天啥事也不干 就是玩 虽然内心特别鄙视这种 啥也不干的富二代 但是当吃完饭 看到大壮的保时节时 二柱也无法淡定了 有一种爱叫做放手 为爱放弃天长地久 二柱选择成全大壮和翠花 毕竟爱她就要看着她幸福 没想到的是 过了两天 翠花又约二柱出来喝咖啡 二柱有点激动啊 但屁股还没坐热 富二代大壮紧随而来 二柱是瞬间间的 这是在修恩爱吗 吃完狗粮还不算 还邀请二柱去他们家做客 豪华大瓶层 各种女性奢侈品是琳琅满目啊 不就是吃饭睡觉的地儿吗 整这么大做甚啊 之后 二柱跟着大壮去参加一个party 不得不说 那是十分尴尬呀 整个聚会气氛 就靠翠花洒白甜在那硬撑 但大壮他们好像并不当回事 哎 女人呢 这一天 二柱正在家忙着产约粪呢 又一次接到了翠花的电话 花呀 好好过日子 不行吗 老是聊说我做甚 翠花说 她和大壮又来二柱家做客 并且马上就要到了 闹啥呢 这是搞惊喜呀 既然人家来了 二柱也不能晾着 整口小酒 看个夕阳 这不也挺浪漫吗 聊着聊着 翠花就又喝多了 不自觉的又一次昏睡了过去 二柱也喝的差不多了 就开始和大壮胡言乱语 说自己的妈妈 当年离家出走之后 二柱内心就十分愤怒 把他妈妈的所有东西都给烧了 并且这股愤怒 一直延续到了现在 听了二柱的表白 大壮也没闲着 更没有鄙视他 他也说起了自己的爱好 说他自己也特别喜欢燃烧 不过他燃烧的是塑料大棚 并且最近还有了新目标 就在二柱家附近 他今天就是来踩点的 二柱听了是以任猛逼 烧什么塑料大棚 什么鬼 这一天之后 二柱对大壮有了好奇心 只要有空 就去侦查家附近的塑料大棚 他从来没有发现被燃烧的痕迹 果然大壮那天估计也喝多了 是胡言乱语吧 这几天二柱一直没有再收到翠花的消息 看来是想好好过日子了 但是二柱内心却有点不平衡了 放不下人家 果然呀 男人的嘴 骗人的鬼 说好了 希望人家幸福呢 这一天 二柱又一次来到翠花的家 却发现门都打不开了 就找到了管理员 让人家帮忙 说要进去喂猫 但管理员却懵逼的告诉他 为什么猫 我们这里根本不让养猫啊 二柱当然不相信了 固执的让人家打开了房门 原本脏乱的房间 此时被打扫的一尘不染 但找来找去 就是找不到翠花 更别提那只神龙见首不见尾的猫 虎妞了 之后 二柱又去了几个地方找翠花 但也是根本找不到 翠花就好像人间蒸发了 无奈之下 二柱只能找到了大壮 问问翠花的消息 顺便问问烧苏大棚的事 但大壮却遗憾的告诉二柱 他也联系不上翠花 上一次去二柱家之后 他已经把塑料大棚给烧了 而此时 大壮已经换了一个女朋友 二柱也不再考虑塑料大棚的事了 他只想找到翠花 他联系上了翠花的家人 但发现他们早就不联系了 还说翠花经常撒谎 说瞎话比唱的都好听 二柱是哪哪找不到翠花呀 他感觉翠花的石洞 一地和大壮有很大关系 于是 二柱开始暗地里跟踪大壮 但很遗憾什么都没有发现 这一天 二柱又在大壮楼下蹲点 却意外的被大壮发现了 还邀请他去楼上 你说尴尬吧 这一次终于有了发现 二柱在众多女性奢侈品当中 发现了翠花曾经佩戴的手表 还在大壮家里 发现一只没名没姓的流浪猫 那只猫还趁人多的时候 跑了出去 二柱感觉 这很可能就是翠花的爱宠 虎妞 二柱喊起了虎妞 那只猫果然很亲切的跑了过来 到这里 真相其实已经昭然若揭了 翠花失踪的幕后黑手就是大壮 二柱很愤怒 他要复仇 这一天 二柱找了个借口 把大壮约了出来 终于搞清了事情真相 原来大壮所说的火烧大鹏 其实指的就是火烧那些女孩 大壮经常换女朋友 是女朋友为草芥 腻了就直接烧掉 满足她那变态的欲望 之前已经有很多漂亮女孩遇难 翠花只是其中一个 在愤怒之下 二柱爆发了 战斗力加成 直接把大壮给盘了 在熊熊火焰中 大壮被燃烧殆尽 大壮也最终成为自己变态欲望的终结者 看了这部电影 老杨这样说 总有那么一些高富帅 确实十分有钱 又会哄女孩 但真实情况到底是咋样 也许只有精力了才能看到清吧 另外还想额外说一句 那些不带会喝酒的女孩的 不要在陌生人面前轻易喝酒哦 不然很可能会发生意想不到的事 好了 我是奥阳 我们下期再见